HELLO 大家好,又我是逐風者Terry 今天我又趁這個天氣相當不錯 我又下來這艘船再拍一些視頻 今天我想拍些甚麼的視頻 因為我這艘船是一部非常古老的電郵機 這麼古老的電郵機 在香港當然已經絕種了 但在加拿大這裏基本上都很流行和很普遍 還有現在我這艘船的這部機 是非常適合我自己在課程中講的那一部電郵機 坦白說,在香港我都很難找一部這麼舊款的電郵機 有都已經了,已經湯了 但在這裏我想十隻船 起碼有四隻、五隻船還在用著 所以我這次就藉著這個這樣的視頻 是介紹給你看一下 一部電郵機 特別是在我的課程上講的電郵機 全部都可以一目了然地告訴你 這個機房基本上有兩部機 有左機和右機 它就會有300匹馬力一部電郵機 這部就是我們在課程上經常講的四沖程電郵內延機 為什麼叫做內延機 因為這部機是放在船的裏面 在這個船的裏面有個機房 這部機房有兩部電郵機 這部電郵機叫做船內機 在我們上課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都經常看 有一隻叫做直軸 而這種又不算是直軸 在我本書的裏面是沒有講過的 這隻叫做什麼呢 這隻叫做V-Drive V-Drive是什麼意思呢 你見到這部機器是放在船尾的 是嗎 是放在船尾 要放在船尾的話 怎樣可以把螺旋掌軸 向船尾呢 我們把機器調轉去放 調轉去放之後 波箱向船頭 這邊是船頭 這個就是波箱的位置 看到螺旋掌軸嗎 這就是那個螺旋掌軸 這個螺旋掌軸 然後下面有一條軸 是在調轉轉 調轉轉出海 然後有一種V-池形 我們要叫做V-Drive 這部機器就叫做四沖程 船內的電郵機 電郵機和柴油機 最大的分別在哪裏呢 就是這一部機器 它有一個叫做引然系統 我先講的引然系統 隐言系统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吸压爆排的里面 我们需要有一个隐言系统,将火嘴产生高电压的火花 在这部机的里面,这一个就是它的分电器 这个分电器,在上面你会见到是有8支火嘴的 总共有9支,中间那支就用来是这支 这支就会接拨着这个叫隐言线圈 隐言线圈产生高压电之后,就会经过这条火嘴线高压线 来到这个分火力的中间,然后它就会有1,2,3,4,5,6,7,8 8支的火嘴,即是说这部引擎就有8个气缸 刚刚我们说完分火器之后,当然要看看那些火嘴在哪裏 你们心目中想着,这些火嘴很容易换的,对吧 你想想这个就是个分火器,那些火嘴线就落到下面 我们以前做机器的时候,这些机器最怕就是换火嘴 为什么呢?我们根本连手都伸不到进去 我连看也看不到,对吧? 我连看也看不到那些火嘴 怎样可以拆掉那些火嘴出来呢? 是非常之有难度的 理论就知道好像很容易 但实际去做的时候,你会发觉 你带了一支火嘴来,你都没办法自己换得到 所以,在我堂上我都会劝大家 可以的话,尽量不要玩船内电邮机 可以的话,但是船内电邮机 无可否认,在买卖价是会便宜些的 有时贪便宜,那就会有另一种麻烦在这里 这部电邮机除了这个引燃系统之外 还有一个系统就是它的化油器 这个就是这部机器的化油器 这个化油器就会将空气和电邮的混合物 是会混合在一起,然后成为空气燃油混合物 这样就可以去到燃烧室的里面 再经过压缩,再经过火嘴的引燃 再经过火嘴的引燃,这部机器就会变焦了 我尝试一下打开这个风格 我将这个风格拆走它 你看下面有个风格在这里 这个风格就会将空气里面的那些 垃圾,垃圾就会被过滤 然后空气就会经过这个化油器 这个化油器你会见到 里面这个叫做左风门,上面这个 下面那个叫做节气门 这个只是加速的 这个就是那个化油器 那么这个油缸在哪里呢 这个就是这一只船的油缸 然后经过一个燃油输送泵 那些电油就会来到这条的电油喉 再进来这个化油器 空气经过这个化油器之后 那些电油就会在同一个时间 是会扯进去燃烧室的里面 就经过这些所谓的进气气管 2,4,6,8 这边有4个,这边有4个 这部是V8 除了燃油系统之外 我还介绍一下它的冷却系统 在这部机里面 这里你见到一个水箱盖 对不对 好,见到水箱盖 即是它里面有个淡水 所以你见到淡水有的足够 第一,第二就是我已经加了些防瘦剂 以及一些anti-freeze 即是不会那么容易结冰 因为这里是有机会结冰的 所以 还有就是说 那个 在这里我还有见到的 就是这条蛇喉 你见到这条蛇喉 这个就叫做天鹅颈弯管 这条蛇喉 上了来,下回去 然后在这里出海 所以这些海水 就不会那么容易 是倒流回上来 去回经那条蛇喉 就会去回汽缸那里 这个就是这一部机器的天鹅颈弯管 我想再看回 在这条蛇喉的上面 有一套叫做 是陀机系统 逆压式的陀机系统 是怎样的呢 你见到这里有个 压力油的储存器 这里就会把压力油 储存在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压力油的储存器 里面不够油的话 里面就有空气 那不够磅数的话 隔离航钛就没办法 可以有效地去运作 整个系统里面最害怕的 就是有气锁 我们所谓的air lock 我们扭左扭右 就靠这一枝的積筒 很幼的積筒 其实看得不太清楚 里面的位置 我记得積筒在那个位置 然后呢 就会转左转右 推左推右的话 就靠这枝这样的连杆 就将下面的塘钛 就会扭左扭右 最主要整个系统里面 有一个压力油的系统 这里有一个储存器 这里就会加了一些气压 令到你扭转的时候 就更加轻手了 在这个机房里面 你会见到很完整的 见到这部机是怎样的设计 我估计 你上完我课 或者上我课 你完全对一部船内电油机 没有什么概念的话 我相信这段视频 是帮助你们了解我课程的内容 好的 我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我会再发掘多些话题 和大家再分享一下 好的 再见 拜拜